约有和我谈了三年恋爱 一直不肯让我碰她 我以为她是黄花大闺女害羞 深情的承诺会等她到新婚之夜 我努力买房买车 付出了高额彩礼 终于等到她松口结婚 直到这时我才发现 她早已怀了富二代的孩子 恋爱三年 我一直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约有柳如烟虽然称不上漂亮 但清秀可人 而且圈子干净 性格温柔会撒娇 第一次相遇 是朋友聚会上 她坐在我旁边 认真地加菜吃菜 有人过来劝酒 她笑称自己不会喝 想用饮料代替 那个人是个混不吝 不依不饶 到了酒 一定要她得面子 她咬着嘴唇 明明不会喝 却又不想扫兴 端着酒杯犹豫 我看不过去 一把抢过来替她喝掉 解了尾 劝酒的人自讨没去 走了 她眨着湿漉漉的大眼睛 夹了只虾 包丸飞快地放进了我的碗里 像只捏手捏脚的小白兔 我一愣 抬头看她 发现她对我笑盈盈的 唇边露出两个小梨窝 饭局结束后 她向我道谢 我们互换了联系方式 之后的朋友聚会 我似乎总能遇见她 她也每次都坐在我的身边 顺理成章的 我们在一起了 二 柳如烟是个很温柔的女孩 在一起后 我越来越感觉到她的好 她会细心地搭配好 我每天要穿的衣服 叮嘱我上班路上 注意安全 也会在我下班时 替我脱下外套 贴心地准备好 热腾腾的饭菜 她会把我的出租屋 收拾得整整齐齐 塞进来很多温馨的小百件 我的生活质量 得到了极大提高 几乎全部被她填满 越来越离不开她 所以她跟我坦诚她有个弟弟 还有一对重男轻女的父母时 我不在乎 她坦言 父母只有收到三十万彩礼 才会放她结婚 而且房车都要齐全 这些条件对现在的我来说并不难 努力拼一把 三年完全可以搞定 我爽快地答应了 我只是心疼她被原生家庭吸血 我发誓要努力工作 给她提供优越的条件 我也向她坦白 我来自重组家庭 老头子娶了小三上位的后妈 对我不管不顾 我希望用我的创伤去治愈她 让她不要太悲观 所以我隐瞒了老头子虽然不地道 但答应我结婚那天 送我一套别墅外加公司10%的股权 每年大概分成能收到个几千万 我想在结婚当天给她一个惊喜 告诉我的傻女孩 她再也不用生活在原生家庭的阴影里 可以舒舒服服地做我的陈太太 三 就这样 我们谈了三年 这三年我们过得很快乐 柳如燕的工作是居家客服 能在上班时很好地兼顾家庭 我白天去公司上班 她在家里做客服 为即将下班的我准备美味的饭菜 而我下班后 会洗碗拖地 和她一起做家务 到了周末 我们就去约会 看电影 游乐场 周边旅游 或者去超市大采购 我会抱着她在出租屋里忘情地亲吻 亲到农时 每当我热血上涌 她就会把我推开 陈霄 我们不能这样 我以为是原生家庭造就了她保守的性格 揽着她开讨 没事的宝贝 时代变了 年轻男女谈恋爱 大家都理解 而且我会娶你啊 乖 我不会让你痛的 但柳如燕很坚定 不行 万一将来你不要我了 我又失去了我最重要的东西 我该怎么办呢 留着那层膜 就算将来相亲 我也能把自己卖个好价钱 跨越一层阶级 我不敢赌 陈霄 不突破那层底线 你怎么样都行 这也是为我好呀 听见这话 我有点扫兴和失望 但我很快就想通了 柳如燕缺少安全感 说出这样的话 也不过是因为她心里在害怕 她不是那种功利的女孩 只是因为害羞 想让我敲响警钟 故意撂下的狠话 想通这点 我很快释然 没把她的话放在心上 我亲了亲她 向她许诺 将来一定会娶她 并且在新婚之夜 给她完整的体验 四 我用三年的时间 在市中心买了房车 找老板提前申请了年终奖 偷偷买了钻戒 向柳如燕求婚 柳如燕感动得无罪 答应嫁给我 我兴奋地抱起她转圈 带她去吃她向往很久的西餐厅 饭桌上 我切好牛排 递到她面前 面对平时她最爱的食物 她却勉强塞了一块进嘴里 看起来毫无食欲 我觉得她是沉浸在求婚的喜悦里 还没有走出来 所以我搞怪地行了个绅士里 想逗她笑 请问这位美丽的女士 是对您男朋友切的牛排形状不满意吗 我们可以为您换人 请您的未来老公再帮您切一份牛排哦 柳如燕扑斥一声笑了 不是啦 我就是太感动了 面对牛排这种比较腻的食物吃不下 点份酸梅汤帮我开开胃就好了 好嘞女士 您稍等 我找服务员加了杯酸梅汤 她果然食欲大开 看到她眯起眼睛喝酸梅汤享受的样子 我也美滋滋的 这可是我未来的老婆 恋爱三年修成正果 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种福气 我真是天下最幸福的男人 我订了最贵的四房菜 邀请两家父母来吃饭 虽然女友的原生家庭不如人意 但结婚毕竟是两个家庭的事 该有的流程要到位 我特意选了最繁华的地方 想替她长长面子 柳如燕的父母领着个肥胖的小男孩 进门就开始左顾右盼 我迎上去 发现那男孩正往饭店大厅的鱼缸吐痰 前台小姐姐连忙出来阻止 却被柳如燕的母亲用力拦下 我呸 你就是个服务员 我儿子嗓子不舒服 吐口痰怎么了 我女婿今天请我在这吃饭 我们是客人 是上帝 柳如燕的父亲 势不关己的在一旁抽烟 我皱皱眉 不想在今天让女友丢了面子 赶紧过去打圆场 叔叔阿姨 我是小燕的男友 我带你们进包间 不好意思美女 你先处理鱼缸 有什么损失我来赔偿 幸好这家私房菜馆 是老头子一个朋友开的 我经常公固 和前台小姐姐也很熟悉 前台小姐姐没说什么 同情地看了我一眼 摆摆手示意我们离开 结果又惹到了柳如燕母亲的不满 你是小陈啊 你是我女婿 在这儿跟个服务员眉来眼去啥 家宝嗓子不舒服 土口弹着服务员都拦着 于婿 你去叫他们精力给他开了 熊孩子在一边哼哼 挑衅的又往地上催了一口 我强压下火气 不想在今天给女友父母难堪 有这样的父母是他的悲哀 我发火他脸上也不好看 幸好柳如燕 这个时候出来找我们 笑着解了尾 哎呀 一定一定 我回头就让阿萧找人给他开了 不让我们家宝受委屈 快进去吧爸妈 还要商量我定亲的事呢 我知道这是他为了原厂的无奈之举 虽然对这番说辞感到有点怪异 但也没有说什么 柳如燕在后面偷偷牵我的手 我看着他不安的样子 突然有点心疼 我捏捏他柔软的手表示安抚 跟在后面进了包厢 六 柳如燕父母带着熊孩子柳家宝狼吞虎咽 头也不抬 虾壳扔了一地 老头子有点看不下去 糟心地瞅了我一眼 我提前跟他说过 女友家庭有些问题 他当时只说家境不重要 人品好 我喜欢就行 毕竟他对不起我妈 而且有了新的家庭 公司继承权落不到我头上 所以也轮不着我牺牲婚姻 但他估计也没想到 我女朋友的爹妈居然这么糟心 看他们吃得差不多开始打嗝 老头子轻轻嗓子 想聊聊正事 亲家吃差不多了哈 我们来聊聊两个孩子的婚事吧 两个孩子也谈了这么久恋爱了 我儿子自己攒钱买的房车 我这个当爹的肯定也得表示表示 之前两个孩子自己商量的三十万彩礼 我在老头子话还没说完 就被柳如燕父亲强硬地打断 三十万不行 队长 柳如燕母亲在一旁帮腔 对 队长 我们辛辛苦苦培养小燕这么大不容易 我规律长得也漂亮 还温柔体贴 我看你家条件也不错 彩礼起码八十万 你那个房子再落到我们家宝名下 我就把规律嫁你 妈 之前不是这么说的 女友惊叫出声 你闭嘴 大人说话没你插嘴的份 我还没骂你呢 赔钱货就要三十万 三十万哪够你弟弟上学娶媳妇的 柳家宝朝女友身上扔吃剩的虾壳 拍着肥厚的小手哈哈大笑 三十万不够 不够 坏姐姐 赔钱货 女友红了眼圈 抱歉地朝我们笑笑 拽着父母出门 我想追出去 却被老头子拦下 你坐着 别乱动 爸你干什么 我要出去找小燕 这是他们家的事 摆明了还没谈拢 你这个女朋友 要是诚心想跟你结婚 早就该跟你说有这么一出 压根不会让你跟他家里人接触 阿霄啊 你这小女朋友心术不正 我不太看好你们 我不信 我了解小燕的人品 也相信她对我的爱 但我不知怎么想起柳如烟前两天拒绝我时 通过相亲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的言论 到底没有追出去 柳家宝还在旁边大吃大喝 脏兮兮地留了一嘴忧 想到这小子对柳如烟恶劣的态度 我恶狠狠地盯着他 气 柳如烟之前跟我说 他家从小重男轻女 他没少被柳家宝这个弟弟欺负 从这小子刚才肆无忌惮地拿下壳砸我女朋友 我都能想象出他平时过的是什么悲惨日子 我决定替他教训一下这个弟弟 我抢过他手里的羊排 把他面前的一盘子垃圾扣在他头上 柳家宝是吧 以后对你姐放尊重点 他愣了一下 猛拍了下桌子 面露凶光地盯着我 我直接扭住他胳膊 把他扣下 用按镜而使劲往后压 不才练过点花架子 对付这种小屁孩儿手到擒来 老头子看着我的动作 觉得我幼稚 但到底摇摇头没说话 熊孩子疼得呲牙咧嘴 扯开嗓子嚎 疼疼疼 杀人了 你快放开 不然我不让我姐跟你结婚 我没搭理 继续往后扭 啊 疼死老子了 我错了行了吧 彩礼不要那么多了 他们回来我就跟我妈说 姐夫 你是我姐夫 我以后一定对我姐好 听到熊孩子认错 承诺以后对柳如言好 我终于满意 谢了力道把授一松 柳家宝 掉起眼睛瞪我 揉着胳膊 冲我大喊 死穷鬼 你敢打我 你一点都不如 另一个姐夫 我听了一愣 柳如言家 就他和他弟两个人 没听说过柳家宝 还有别的姐姐 难不成是表姐 我问柳家宝 另一个姐夫是谁 他却诡异地笑着 摇头什么都不肯说 我不愿怀疑 深爱了三年的女友 但忍不住 想找柳如言问个清楚 正好他和他父母 离开很久 都还没有回来 于是我起身出门去找 走了半天 才在一个隐蔽的角落 听见柳如言妈妈的大嗓门 闺女 你说真的 是啊妈 所以你们在闹什么呀 等我跟陈霄结了婚 还在意这点彩礼钱吗 我的位置和柳如言一家 隔了个转角 能清楚地听见 他们在说什么 我本想上前叫他们回去 但听见我的名字 我顿住脚步 想知道柳如言 怎样对他父母形容我 谁知 接下来的内容 却让我越听越心惊 爸 你跟那个赵峰 真的能成 他家那么有钱 能看上你啊 就算看不上我 我肚子里还有他的孩子呢 赵峰说了 只要我把孩子生下来 就给我买两套大平层 到时候 我给家宝一套 用来娶媳妇 哎呦 我闺女真有本事 那你咋还要和那个陈霄结婚 妈看他就一穷小子 妈 赵峰他家条件太好 我攀不上 人家不会娶我呀 未婚先孕难看死了 我跟陈霄结婚 孩子生下来 让陈霄答应跟我信 到时候两个人 一起养我儿子 多好呀 好好好 我闺女就是聪明 那你不是一直跟陈霄说 你是黄花大闺女吗 到时候你咋办 且 我之前看他鞋和表不便宜 以为他有钱 为了骗他装唇 才这么说的 我去产检过了 我宝贝特别顽强 跟他做一次也不碍事 之后推了就行了 烦死了 本来以为是装穷的有钱人 结果就是穷逼一个 浪费老娘三年 幸好我没吊死在他身上 去年就搭上了赵峰 他可喜欢我了 柳如燕的话给了我当头一棒 我再也听不下去 冲上去用力甩了他一耳光 那张我曾经挚爱的清秀面庞 现在我只觉得面目可憎 柳如燕一家看到我 有一瞬间的惊慌失措 但很快柳如燕就平静下来 趾高气扬地指着我 陈霄 你个穷鬼敢打我 既然你听见了 我们就分手吧 告诉你 赵峰可是赵志国的儿子 陈天明的外甥 他家公司资产上益 你耽误我三年青春 我早就受够没钱的日子了 我气得浑身发抖 没忍住又甩了他一耳光 我一直以为我们两情相悦 这三年我堪称完美男友 虽然靠自己挣钱 称不上大富大贵 但四十万的年薪 小康绰绰有余 对柳如燕也是好的没话说 结果他为了个什么富二代赵峰 把我给绿了 等等 赵峰 赵志国的儿子 陈天明的外甥 陈天明不是我家老头子吗 老头子给我找的那个小三后妈 就姓赵 所以赵志国是我后妈 那个不争气的二流子弟弟 赵峰是老头子的便宜外甥 就 我气笑了 赵峰这个人我知道 老头子是我后妈赵女士家 有个不争气的弟弟 小学毕业出来混社会 进过橘子 他儿子更不成器 整天坑蒙拐骗 还是个鬼火少年 直到赵女士攀上我爸 发达了 才有偶尔接机的条件 勒令他们不许再鬼混 我只见过赵志国一面 对着我点头哈腰的教少爷 谗媚的样让赵女士丢了大脸 没想到赵峰居然敢打着我爸的名义 出去招摇撞骗 我深深地看了柳如燕一眼 老头子还真没说错 是我看错了人 三年时光就当我眼瞎 只希望他不要后悔 我转身就走 回到包间拽着老头子上顶楼哑坐 重新点了一大桌子菜 没忘记嘱咐前台小姐姐 鱼缸我不赔了 结账也找柳如燕一家 他们为了载我这个冤大头 可是点了上万块的菜 还开了不便宜的酒 虽然对我来说是小钱 但这冤重我不当 老头子听完事情经过 吃一声乐了 我郁闷抽烟 不轻不重地踹他一脚 看我乐子你高兴 嗨 我早就看你那女朋友不靠谱 眼神都飞天上去了 你等着 爹给你介绍个更好的 爹 我没心情 没心情也给你老子见 我老朋友 就着菜馆你露书的女儿 人家刚从国外回来 准备接手你露书事业 正下基层了 妥妥白富美 你要是跟他能成 你爹我把公司给你继承 是 我眼睛一亮 相亲可以拒绝 但跟一座金山相亲 谁能拒绝 我答应了老头子明天见面 刚准备先家的联系方式 就听见楼下大厅有人闹事 往下一看 正是柳如烟一家 柳如烟他妈正气急败坏的撒泼 他把嘴里咕嚼着脏话 柳家宝泽对着柜台 拳打脚踢 天杀的 饭钱跟你们这破鱼缸 居然要二十万 黑店欺负我老婆子啊 我要报警 陈霄呢 他带我们来的 你们结账应该找他 前台小姐姐和几个保安围着他们 看样子是在好生好气的讲道理 道理讲不通 没过一会儿警察就来了 警察很快制住柳如烟撒泼的妈和柳家宝 让他们安静下来 我看见柳如烟打来的电话 表情急切又带着娇羞 对电话那头说了什么 不用想就知道是在给赵峰打电话 赵峰那小子被我后妈接济 可能有点小钱 但绝对不会为了柳如烟花二十万 果然 柳如烟气急败坏的把手机一撂 磨蹭半天结了账 一家人灰溜溜走了 老头子跟我一起看热闹 嘲笑我的眼光 突然老头子眯眯眼睛 激动地指着大唐某处 哎 这不是那谁 那谁吗 你陆叔闺女 叫什么来着 陆灵 我纳闷 目光将楼底扫了个遍 也没看到哪有什么陆灵 就那前台 老陆女儿说下基层 居然来这儿了 我震惊 富白貌美大长腿的前台小姐姐 居然小时候 跟在我屁股后面 要我陪她玩的小丫头陆灵 小时候总追着我 萧哥萧哥喊个不停 但她出国后 我们就慢慢断了联系 都说女大十八遍 不怪我没认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和她重逢 缘分中还透着几分尴尬 我刚想说要不算了吧 改天正式约个时间地点再聚 老头子已经飞快地 把陆灵喊上来了 十一 老头子安顿她坐下 乐呵呵地出门下楼 留我和陆灵两个人面面相去 沉默几秒后 她扑斥一声打破了沉默 好久不见 没想到是你呀 我刚还想着谁那么倒霉 摊上这么个女朋友呢 我无奈笑笑 是啊 我识人不清让你看笑话了 好久不见 变化很大嘛 我还真没认出来 哎呀 我也没认出来你嘛 上次见面还是小孩子呢 那会儿我总追着你跑 想让萧哥带我玩 陆灵搞怪地眨眨眼 给我加了一筷子菜 多吃点儿 你是不知道 我看见那小孩把谈吐鱼缸里 恶心的晚饭都没吃 看到他自来熟的样子 我突然放松了很多 没有我预想中的尴尬 陆灵的活泼主动 让人感觉很舒服 而且被柳如烟一家 恶心了一个晚上 我晚饭也没来得及吃多少 于是我陪陆灵专心吃饭 看到他鼓起腮帮子 满足的样子 突然想起小时候 追在我身后的那个小女孩 那会儿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是最单纯天真的时候 我和陆灵时不时聊着 小时候的去世 相谈甚欢 十二 饭后 我邀请陆灵去看电影 毕竟老头子醉翁之意不再久 既然抱着相亲的目的来 总得有点表示 陆灵笑眯眯地答应 选了不新上映的恐怖片 买完票 陆灵已经主动 买好了可乐和爆米花 蹦蹦跳跳地带我进影院 国产的片子并恐怖 但陆灵被吓得浑身发抖 时不时小声稀奇 我无奈 把胳膊伸过去 是一塌害怕 可以抓我的袖子 看她选电影时干脆的样子 还以为她胆子很大呢 陆灵却抬起坐椅间的扶手 往我怀里钻 少女发间的香味飘来 我感受到怀里的软鱼温香 睁住了 一低头 却看见她脚匣的大眼睛 满满的都是得意 丝毫不见害怕 甚至还抬手为了我一朵爆米花 我认命地从她手里 摇走那颗爆米花 嘴唇不经意摩擦过她柔软的指尖 那一刻身上仿佛在触电 我确定了她是在故意聊我 我们保持着这样的姿势 安安静静地看完了整部电影 十三 电影结束 我送陆灵回家 路上却碰到了柳如烟和赵峰 柳如烟瞥了我一眼 不屑地跟赵峰交笑 宝贝 这就是我之前找的那个穷鬼接盘侠 可惜被她发现了 她还打我呢 你替人家报仇好不好 喂 你这么快就找着下一家了 姐妹 这男的就一枚出息的穷鬼 我看你也挺漂亮的 没必要跟她浪费时间 柳如烟语气嘲讽 贪婪的嘴脸俗不可耐 完全看不出之前的温柔小意 陆灵好笑地看了我一眼 我有点羞囚 谈过这么个女朋友 跟刘暗底也没有什么区别 难为陆灵看过全城 还不嫌弃我 本来想着好聚好散 出于最后的善良 我没有对柳如烟说出真相 我怕她后悔 再反过来死皮赖脸地缠着我 没看她那男朋友赵峰 腿都软了吗 结果没听到赵峰的回答 柳如烟不死心 抱着赵峰肥瘦的胳膊摇晃 老公你替人家教训她吗 我有点想吐 斜了赵峰一眼 赵峰和我对上眼神 心虚地一开 搓着手猛地甩了柳如烟一个巴掌 比我之前打得还要小 柳如烟被打得亮呛 捂着脸 不敢置信地看向赵峰 赵峰对我点头哈腰地道歉 萧 萧哥 对不起对不起 大水冲了龙王庙 之前真不知道是您 都怪这娘们不懂事 我这就让她跟你道歉 还不快跟萧哥道歉 柳如烟还没搞清楚状况 道什么歉 他就是我之前那的接盘侠前男友啊 看起来有钱的穷鬼一个 老公你是不是被他骗了 赵峰快气死了 恨铁不成钢 又重重删了柳如烟一巴掌 这是我萧哥 陈萧 陈天明亲儿子 蠢货 你早跟我说你前男友是他 我绝对离你八百米远 柳如烟文言整个人如遭雷劈 呆愣在原地 赵峰骂完柳如烟 又过来对我点头哈腰 对不住萧哥 真对不住 我一定好好教训这娘们 她看见我旁边饶有兴致 看热闹的陆林 好话不要钱的往外貌 这美女是萧哥新女朋友吧 漂亮的跟仙女似的 一看就般配 比柳如烟那娘们强多了 萧哥眼光就是好 我八辈子也比不上呀 您大人有大量 这次先不计较 改天我请您和这美女 去石中心那家私房菜 吃饭赔罪 陆林被关键词触发 赶紧摆摆手 可别 那家私房菜我家开的 别脏了我家饭店地板 但却没有否认是我女朋友的误会 哎 哎 是是是 那不爱您二位的眼了哈 我这就带着这娘们走 赵峰粗暴地去拽柳如烟 柳如烟回过神 不肯和她走 迅速转身向我扑来 十四 我躲开 这我没问她还有事吗 柳如烟又摆出了 渲然玉气的表情 眼圈红红的 痘大的泪珠 在眼眶里要落不落 像只惹人怜爱的小白兔 以往每次吵架 她只要一露出这个表情 我就会心软 缴械投降 现在我只觉得恶心 阿霄你听我解释 我是被赵峰骗了 我心里是爱你的 你在生我气对不对 我们谈了三年恋爱 我知道你放不下我 你也应该清楚 我最爱你了呀 你要是介意孩子 我明天就把他打掉 阿霄 原谅我好不好 我厌恶地甩开他 不顾他扶在我脚边痛哭流涕 拉着陆林转身就走 柳如烟 你就有自取 我们已经没关系了 那张往日清秀的脸上 充满了利欲熏心的模样 比起反过来讨好我 还是多想想他 以后应该怎么办吧 毕竟 他努力讨好我的时候 赵峰看他的表情 可算不上好 十五 我没动赵峰 我还要留着赵峰 折磨柳如烟 但我也没在管 那两个人的后续 不想为了 已经不相干的人 影响心情 我开始专心 和陆林接触 逐渐发现 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 可爱 活泼 古灵精怪 最关键的是 陆林有自己的 主见和想法 不像柳如烟一样 是猪图丝花 而且两家长辈是朋友 彼此之根之底 我们也实均力敌 和陆林的相处 让我觉得轻松愉快 他对我也很有好感 据他描述 他留学期间 一直把我这个小时候的哥哥 记在心里 我是他从小就一直暗恋的人 我有点感动 摆脱了过去的阴影 我开始和陆林谈起恋爱 老头子乐见其成 已经让我上手公司 准备把事业留给我继承 后妈赵女士 对此也不敢有意见 毕竟家里还是老头子做主 她没有资本和我争 一年后 我准备和陆林结婚 我抱着陆林 承诺会给她盛大完美的婚礼 陆林笑着说 不用 两个人在一起 她已经心满意足 我嘴上答应这个傻姑娘 但背后瞒着她 偷偷准备着一切婚礼事宜 自己熬大夜剪了视频 记录而时 以及这一年来 我们的点点滴滴 婚礼当天 我提前到场 监督着流程 毕竟 我不想让我们的婚礼 出现丝毫差错 却意外看见了柳如烟 十六 柳如烟被保安拦在门外 哭闹着说 结婚的是她男朋友 要闯进来 一年不见 她沧桑许多 发丝粗糙枯河 脸上的疲惫 老得像四五十岁 身材也瘦得脱象 完全不见当年 风姿绰约的清纯样子 听说她被赵峰扣着不须打胎 每天挺着大肚子洗衣做饭 还要动辄承受赵峰的打骂 最后生了的女儿 赵峰家抱走孩子扬长而去 把她赶出了赵家的房子 她不敢报警 一是愚蠢地害怕赵家 以为赵峰有天大的势力 二是害怕警察将女儿交还给她 她养不起 柳如烟之前的客服工作 早就不做了 经过一年的挥霍 身上也没剩下任何资产 她重男轻女的爹妈 听说她没钱 直接将她扫地出门 声称柳家只有柳家宝 一个宝贝儿子 她走投无路 只能去做夜场捞金 但由于长相不够格 被夜场的小姐排挤 最后沦落到去做夜场的保洁 每天混迹在酒客桌前 打扫卫生 偶尔因为年轻的身段 被人开一把油 我摇摇头 吩咐保安把她拉开 我不想见她 更不允许她在今天 坏了我老婆陆林的心情 今天是我和陆林结婚的日子 必须一切顺利 我要给我真正的公主 完美的一天 柳如烟仍在不依不饶地大喊 絮絮叨叨地说着 我们当年的故事 躺在地上撒泼 不肯离开 和她妈当年在菜馆的做派 一模一样 真是有其母 必有其女 我还是去见了她 免得让她心存幻想 以后再来打扰我的生活 我要让我和陆林的生活 永绝后患 十七 柳如烟 我站在她面前 居高临下地 看着躺在地上撒泼的她 短短一年 物是人非 谁能想到会变成这番光景 柳如烟听见我的声音 扑过来抱住我的腿 阿霄 你要结婚了是吗 阿霄 我错了阿霄 赵峰之前天天打我 生完孩子 她就把我甩了 我真的后悔了阿霄 阿霄 原谅我好不好 我知道错了 以后我一定好好跟你过日子 昔日骄傲的姑娘 像条哈巴狗一样 在我脚边摇尾起怜 我看着她祈求的样子 突然觉得很没意思 也很可悲 只能依附男人的柳如烟可悲 之前没能识破 她真正嘴脸的 我也可悲 我更想不通 经历了那些事情 她怎么还有脸 敢出现在我面前 我毫不留情地踢开她 柳如烟 你现在这个样子 只会让我觉得恶心 我要结婚了 新娘比你美好千倍万倍 拿你和她比简直是在侮辱她 如果你以后还想有安稳的生活 最好别来打扰我 柳如烟呆争 抱着我小腿的手缓缓松开 一个人暗自捶泪 我相信她是真的后悔了 本以为看到这一幕 我会觉得很痛快 但我现在心里如水般平静 没去急了 柳如烟在我心中 已经掀不起任何波澜 我只期待等会儿 陆琳穿上婚纱的样子 期待我们余下携手 相伴的一生 想着陆琳 我的眼神变得柔软 连柳如烟 什么时候离开都没有发现 我回到会场 继续安排婚礼的流程 我和陆琳在万众瞩目下宣誓 所有的人都在为我们而祝福 我的人生已经展开了全新的篇章 翻外衣 我和陆琳结婚了 生活幸福美满 她偶尔会拿柳如烟打据我 我无奈地看着她在我怀里笑闹 身体力行地堵住她喋喋不休的小嘴 很快 我们有了一对可爱的龙凤胎 哥哥叫陈思路 妹妹叫陈思琳 这两个孩子是我们爱情的结晶 每次叫两个孩子的名字 陆琳脸上就会洋溢起甜蜜的笑容 都说格戴卿 两家长辈对这两个孩子的喜爱 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老头子在孩子出生的那一刻 就把公司给了思路 孩子毕业前由我代管 陆福那边也是同样的操作 陆福的事业全部给了思琳 让陆琳代管 两家老人则扔下公司 结伴四处旅游 我和陆琳苦哈哈的替儿子女儿卖命打工 享受着甜蜜的负担 万幸思路思琳都很聪明 思路像我 沉稳的同时有点呆 从小就被鬼灵精怪的思琳欺负 但出了事 思路又第一时间互在思琳身前 看着两个孩子 我和陆琳相视而笑 心中一片柔软 番外二 我带着一大家子到一家网红火锅店吃饭 儿女双双考入最好的学府 思琳吵着要来这里吃饭 作为对她的庆祝 这小丫头已经借着这个理由庆祝了好几轮 从买买买到四处旅游 今天轮到火锅店 自己的女儿自己宠 我只好答应她 虽然是网红火锅店 但味道不错 不仅儿女吃得开心 我和陆琳也吃了不少 中途服务员来加汤 不小心见出几滴到我的身上 服务员拿了毛巾 慌乱地道歉 思琳不太高兴 但本着良好的教养 让她下次注意的同时 还问了她有没有被烫到 服务员连连鞠躬道谢 退了出去 我出门抽了根烟 看见她正在虚心地 接受领班的责骂 我一眼就看出 那是柳如烟 十几年过去 我的生活幸福美满 她还挣扎在曾经 她最不屑的底层人群中 在火锅店 做一个端茶倒水的服务员 如果不是司令想来 我这辈子都不会去吃网红店的火锅 不会和她见面 柳如烟侧头看清我的脸 愣住了 她嘴里捏如着 眼眶湿润 到底什么都没说 转过身仓皇地逃走 她怕你找她麻烦呢 陆林不知什么时候 站在了我身边 你老公哪是那么小气的人 都过去了 跟这种人不值得 我笑笑 懒卓陆林回到包厢 陪儿女吃火锅 我有自己的事业 有贤惠的妻子 还有可爱的儿女 我的人生和她天差地别 没必要为一个 无足轻重的人费心 我早已拥有 属于自己的幸福人生 全文完 请不吝点赞订阅